我从小养到大的妹妹死了 跳楼自杀的 我在她的床底下找到了一个日记本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 她被校园霸凌了整整两年 一个月后我擦去了农装 穿上了乖巧的校服 以转校生的身份进入了我妹妹的那所高中 开始了我的复仇之路 一警察把电话打到我这个时候 金华会所正有人闹事 我一边接着电话 一边把酒瓶砸在一个大汉的头上 把她拖下去 我把手走到一边又冲着电话说 你说什么 我跌跌撞撞冲到小区楼下的时候 附近已经围满了人 小男躺在地上 被蒙上了白布 剩下是一地的血 我看着他怒在外面的纤细手腕 只觉得天神地转 差点站不完 为什么会这样 我抓着旁边的一个警察 私生力竭地吼道 她怎么会跳楼 她说 方小姐 你妹妹是跳楼自杀的 至于具体原因 恐怕得等到我们调查了之后才能告诉你 身后有个大妈说了句 这小姑娘怕不是在外面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她话还没说完 我就一巴掌扫在了她的脸上 你他妈的给我闭嘴 小男的家 小男小我七岁 是我捡回来的小孩 他真的很懂事 会说话时 就跟在我后面姐姐姐姐的叫着 从来不给我惹事 我每次看见他的时候 他总是笑脸相应 我实在想不通他 为什么会自杀 屋子里的摆设 我都有些陌生了 算起来我已经快一个月没来了 我是精华会所的管理层 平时工作忙 基本不回来 我坐在小男的屋子发了会呆 刚把打火机掏出来 想抽奔烟时 因为手抖得厉害 打火机被我吊在了床底 用东西把打火机勾出来时 我看见床底还有一个东西 那是个日记本 我打开灯 将他日记本拿了出来 缓缓翻来 2021年9月10号 今天中庭说我拿了他的钱包 可我真的没有拿 大家都不相信我 他们发了我的书包 还要脱我的衣服 我不同意 他们就打我一巴掌 2021年9月16号 孙茜的男朋友好奇怪 每次都用那种眼神看我 很不舒服 2021年9月21号 孙茜把我堵在了你厕所 他说我勾引他的男朋友 可明天是李浩一直在骚扰我 孙茜泼了我一身水 把我的头按到了马桶里 好恶心 真的好恶心 2021年10月15号 我向班主任求救 可他根本不管这事 孙茜又打我一顿 他说他每年都给班主任送礼 根本没人管不了他 2021年12月7号 他们把我的棉服捡烂了 还把我的鞋扔进水里 好冷啊 我不能跟姐姐说 姐姐已经很累了 我要懂事一点 不能再让她操心了 我看的要喘不过气来 这怎么可能是我妹里写的 小男一向开朗活泼 怎么可能写出这么绝望的文字 怎么可能遭遇校园霸凌 日记本还有很多 我几乎颤抖着往下翻着 日期一直到上了星期 2022年5月15号 我又被他们关进了小黑屋 我真的好害怕 我想死 2022年5月20号 如果死了 我是不是就能摆脱他们了 我要再坚持一段时间 姐姐的生日要到了 我想再给他过个生日 2022年6月11号 姐姐对不起 我坚持不住了 不知不觉看完 我早也泪流满面 小男遭受了整整两年的霸凌 而我这个当姐姐的 尽一无所知 我心疼的几乎站不起来 扑在小男的床上 撕心裂肺的哭了一场 小男 姐姐对不起你 这仇 姐姐一定帮你报 我擦干了眼泪 在阳台抽完了一支烟 然后拿出手机打了电话 喂 华哥 你帮我一个忙 也没什么 就是突然想去上几天学了 对 运中学 不会太久 一个月就行 我站在镜子前收拾好了衣容 穿着高跟鞋 来到了精华会所 严姐好 严姐晚上好 路过的人一一向我问好 我面无表情的点头 叫阿丽那一班人来我办公室 十分钟后 我看着站在办公室里的数十个亮丽女郎 勾唇笑了笑 最近累不累 阿丽撇了撇嘴 累啊 这酒啊 怎么喝都喝不完 就是哪能不累 姑娘们七嘴八舌的抱怨 我笑了 那我给你放个长假吧 阿丽愣了一下 那还是算了 我还是想搞钱 我抬眸看她 放心 带薪休假 阿丽的眼睛都亮了 还有这种好事 当然 我说 不过也是有条件的 你们几个 跟我去上几天学 什么 运营中学是所私立中学 只要给钱就能上 我看着镜子里素面朝天 一头黑色长发的自己 一时有些恍惚 这样子的我 快有十年不曾见过了 虽然比小男大了七岁 但我保养的还算得当 此时穿着运营中学的校服 看起来还真像一个高动手 背着出包架楼的时候 阿丽他们已经在楼下等着了 他们和我一样 穿着一样的校服 打扮得像个学生妹 今天 是我们去运营中学上学的第一天 非常巧合的 我们七个人都被分到了 小男原来的那个班级 对于我们的到来 学生们似乎并不是太惊讶 毕竟这里学生流动性一向很大 当然 我们这群靓丽女生的到来 让班上的男同学们 骚动了很长时间 他们课间 让我们吹着口哨 估计以为我们是那种乖乖女学生 只是可惜 他们想错了 阿丽特意坐在了钟情的前面 在下课铃打响了之后 我听见了她的惊呼声 呀 我的手表呢 那可是我爸爸 埋给我的劳力士 怎么会不见了呢 我嘴角缓缓勾起 好戏 开始了 一听到表是劳力士的 阿丽周围的同学一下子就慌了 都搬开椅子帮他找 只有后座的钟情 坐在位子上一动不动 阿丽往他的桌子上踹了一脚 喂 闪开 钟情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你他妈的什么意思 阿丽挑眉看着他 没什么 看你穿的穷酸怀衣 你脱了我的表 我旁边的孙倩皱了皱眉头 正要站起来去提钟情出头 我一把将他按了下来 他有些拖恶的转头看着我 立马甩开了我的手 你干什么 我眨眨眼睛 哎呀 你怎么这么凶啊 我只是想问你戒指笔而已 三切还没说什么呢 他旁边的小跟单倒忍不住了 他走到我面前 一把掀翻了我的书 只高气扬的看着我 你装什么青春啊 像你这样的臭婊子 我们收拾的多了 你们来之前就有一个叫方男的婊子 那可是被欠姐挑掉的跟狗一样 我猛的攥紧了拳头 指甲牵到肉里也感觉不到 就是这样 他们就是这样把小男给逼死的 你干什么 钟情的尖叫声响起 阿力一把扬了他的书包 搜一下呀 不搜怎么知道我的手表在不在你呢 阿力朝他笑 但笑意却并未到达眼底 我知晓他的过去 他曾经也被校园霸凌过 阿力咬定了那表就是钟情抠的 钟情急得脸都红了 你敢污蔑我 我说是你拿的就是你拿的 阿力把手一摊 要么赔表要么赔钱 你选一个吧 钟情耿着脖子 我都不选 他话刚说完 阿力就一巴掌打了上去 全班的同学都惊呆了 一下子嘈杂起来 阿力自顾自的摆摆手 脸皮够厚的 打得我手疼 我抬眼看了看教室上方的监控 当初他们为了更方便的霸凌小男 早就把他破坏了 钟情发疯了般的要来打阿力 但却被我们同行的女生给拦住了 钟情不可思议的看着我们 你们刚来第一天就敢跟我们叫板 我走到他们跟前 跟他们对视 怎么不敢呢 我问钟情 听说你跟钟情是好姐妹呀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你看看 他一直在那边狗叫 可实际上一步也没赶过来 你把他当姐妹 他呀 可能只把你当跟班呢 孙倩一听这话 脸一阵红一阵白 你瞎说什么 我不再理会他们 带着阿力他们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教室 孙倩反应过来 连忙喊道 把他们拦住 有人下意识往前一步 我停下来 回头看了他们一眼 你们试试 知道我是谁吗 什么都不知道 就敢为了他得罪我 你们这群狗腿子 还真是称职啊 他们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虽然不快 但还是没赶在上前 我们出了校门 门口已经有好几辆豪车等在那了 有身穿黑衣的保镖给我们开门 翻腰进车门的时候 我抬头往教学楼的方向看了一眼 果然 孙倩他们一群人待在走廊 正往这边看着呢 可 我勾了勾唇 把车门关上了 我猜 孙倩应该已经把车牌号拍下来 让他所谓道上的舅舅去查了 但他不知道 这车是武安区老大华哥所属 而华哥曾经费了他舅舅的一只手 三年前 因为一次意外 华哥欠了我一个人情 眼下我就用这个人情 帮小男好好讨回一个公道 我跟坐在我身边的小茶说 那个李浩今天认识了 他笑了 认识了呀 已经跟他聊上了 小茶是金华会所的招牌 他的业绩是阿丽的三倍 人因无他 他长得最好看 最会说话 最会哄男人开心 我从包里抽出一张卡 这几天 把李浩拿下来 这张卡就归你了 小茶谈谋看了我一眼 因为不明的笑了笑 严姐 今天的事我都看在眼里 你妹妹我也见过几面 是个好孩子 这盲子当是我帮他的 他将卡重新塞回我包里 再说了 拿下李浩还用几天 严姐的脸太瞧不起我了 第二天我们照常去上学了 进教室的时候 全班瞬间安静下来 他们甚至不敢直接看我们 都在悄悄打扬着 后排的孙倩等人 自然也看见了我们 脸色难看得要命 我朝他挑衅的看了一眼 他狠狠的瞪着我 却不敢说什么话 看来 他舅舅的效率很高吗 这么快就爬出来 我是谁的吗 那我可就要 视墙凌落了 我静止走到他面前 将书包扔到了他桌子上 我想坐这 你让开 当孙倩屈辱着 从座位上站起来的时候 周围同学跟见了鬼一样 我端个凳子坐在后面 也不听客 主要就趴在桌子上睡觉 我已经开始期待 放学后的愉快时光了 毕竟小男日记本里 最常出现的厕所和小黑屋 我可都还没去过呢 中午下个铃响起 我慢悠悠走到孙倩旁边 朝他笑了笑 这里的厕所好难找啊 你陪我一块去吧 孙倩忍无可忍地站了起来 何言 你别太过分了 哦对了 我是以何言这个身份 来到运营中学的 嗯 我呼吁道 好朋友之间一起去上厕所 不是很正常的吗 你这么生气干什么呀 他的小跟班们站在他后面 静意不定地瞧着我们 我的手搭在孙倩的肩膀上 朝他们笑 你们先去吃饭吧 我和倩倩还有话说呢 这声倩倩不仅恶心到了他们 也恶心到了我自己 阿丽和小茶叶过来了 孙倩几乎被我们夹着 走出了教室 他脸色很难看 指着前面的拐角就说 厕所就在那 你自己去 我透在他耳边说 我说的可不是这个厕所 顶楼有一个厕所 清静又干净 我想让你陪我去那看看 这个厕所因为年久失修 平时几乎没人会去 久而久之 也就成了孙倩他们的法外之地 他们平时扮林同学的时候 那里可是常去的地方 孙倩一听 眼就白了 下意识停下了步子 但是也来不及了 阿丽他们架着他的胳膊 把他拖到了顶楼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听听 这叫声多悦耳 我的小男 曾经也这么被他们拖到上面 他也曾让他们放开他 他们放了吗 没有 所以我也不想放 孙倩被阿丽堵住了嘴 一路被拖到了顶楼厕所 我看到肮脏荒案的破旧厕所 觉得呼吸都有些困难 我打开了水龙头 一阵滋滋身后 浑测的水缓缓流了出来 孙倩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你要干什么 我警告你 转头就想往外跑 却被我一把抓住头发拽了回来 他疼得直叫唤 我反手关上了厕所的门 看着摔在地上的孙倩勾起了嘴角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好人 阿丽他们在我的默认下 拖了他的外套 我端着半盆的污水 举高临下的看着孙倩 然后对着他拖了下去 孙倩吓得哇哇大叫 一边喊一边骂 骂得越凶就被打得越狠 外面偶尔会有几个人经过 我听见他们的谈话声 高二的那个孙倩又在欺负人了 啊 还是那个方南 不知道 听了声音不像他了 我面无表情的 把孙倩从地上拉起来 然后一把把他的脑袋 按在了装满了水的洗手池里 阿丽他们也被我吓了一跳 严姐 你呵 我看着孙倩在我手下挣扎 却还是觉得不痛快 放心 我有分寸 孙倩被我拔起来 三秒后又被再次按进池子里 周而复始 知道我有些累了 孙倩看坐在地上 脸色苍白 连骂我们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们踢开厕所门出去的时候 他说话了 你们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有些惊讶的回头看着他 怎么 校园霸凌还需要理由 看着他惊诧的表情 我忍不住笑了 你还不知道我们在霸凌你啊 小茶花了一天的时间 就拿下了李浩 我看着他转对我的聊天记录 看得直犯恶心 李浩已经开始对小茶献殷勤了 还约他一块出去吃饭 我给小茶发了个红包 然后关了手机 小南出事后 我就一直睡在小南的房间里 我从包里掏出了一个小恐龙玩偶 但是我很久以前送给小南的礼物 今天我在顶楼厕所的地上 发现了他 天知道我有多克制 才没有把孙茜给杀了 我把小恐龙玩偶洗干净了 然后跟小南的笔记本放在了一起 笔记本里的人 我都已经记下来了 欺负过小南的 我一个也不会放过 我们的嚣张拔护指 针对孙茜他们一行人 对待其他的同学 我可是相当热情大方的 所以没过几天 我们在班里的地位 渐渐开始取代了孙茜他们 孙茜忍气吞生了好几天 也当看见他男朋友李浩 跟小茜的聊天记录时 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他冲到小茜面前 一巴掌打在了他的脸上 小茜头都被打偏了 孙茜还在骂 你这贱人 竟敢勾引我男朋友 小茜可不是小男 他抬头看着孙茜 然后一只手拽着他的衣领 将他拽到了眼前 另一只手毫不犹豫地 给了他两巴掌 孙茜被打梦了 就在这时 班主任从门口过来了 怎么回事 小茜不动声色地松了手 然后顺势倒在了地上 老师 您可算是来了 班主任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看见小茜躺在地上 脸色立马就变了 他对孙茜说 怎么回事 孙茜指着小茜喊道 是他打的我 小茜出出可怜的抽气 我没有打孙同学 真是我见有脸 我站在一旁看戏 孙茜怎么可能逗得赢小茜 小茜的名字也不是白叫的 班主任明显不相信孙茜的话 毕竟他过往的世纪 实在让他的话没什么说服地 他看了眼小茜 就看了眼孙茜 然后说 孙茜 你跟我来一下办公室 以前小楠的是 他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现在可不行 小茜也是靠着华哥的势力进来的 班主任摸不清他的背景 怎敢随意 把他当成卵柿子民 十里号跟孙茜分手了 现在正在疯狂地追求小茜 没办法 毕竟在他们眼里 小茜就是温柔可人 家境优温的白富美 哪里是孙茜能比的 但是小茜却对李浩若急若离 调得他抓心脑干 孙茜也不敢再去招惹小茜了 因为我把他关在了小黑屋 关了整整一夜 他现在很怕我 就像当初小楠怕他一样 半个月后 小茜有些兴奋地来找了我 他手上拿了一瓶饮料 眼睛你看 他晃了晃手里那瓶饮料 笔号那孙子给我的 我一闻就知道 只加了料子 我挑没看向他 怎么 他终于忍不住了 小茜冷哼一声 真是让人恶心 我都快演不下去了 他还约了我晚上在冬操场 弃室店面 但我说心思藏都藏不住了 我抬头看了眼 正在下面上提一课的学生 此时阳光正好 小楠就喜欢这样 阳光明媚的天气 把这个放在孙茜桌子上吧 我说 上课时间快到了 同学们陆陆续续都回来了 孙茜看到桌子上的饮料 愣了一下 这是谁放的 有人说 不知道啊 不过我今天看到 李浩手里拿了一瓶饮料 瞧着跟这瓶很像 钟晴连忙说 李浩怕不是想找你复合吧 他们说话时声音很小 生怕我听见似的 孙茜脸色好了不少 自然而然的 把拿瓶饮料放进了桌度 放学时 我看见那瓶饮料已经空了 钟晴来找他 倩倩走吧 孙茜揉着头 我有些头晕 他们还没说两句话呢 就有人从门口喊了一声 孙茜在吗 李浩让我带句话 他在东操场管理室等你 孙茜周围想起了 此起彼伏的起步声 孙茜很是受用 钟晴讨好的说 倩倩 看来李浩是真想跟你和好了 有的时候他放不下你的 孙茜脸有些红 别说了 你们先回去吧 我看着他往东操场走去 脚步都有些虚幅 教室里的人渐渐都走了 阿丽从外面进来 我看了他一眼 问是都办好了 当然 阿丽笑道 那李浩也是个没脑子的 看见人都不对 静也敢直接上 那不是正好吗 我拿出手机 看着手机里正在翻语覆语的两人 面无表情地保存了视频 这可是我精心给某人准备的礼物 也不知道他喜欢不喜欢 距离我们来到玉英中学 已经快到一个月了 这期间该教育的人 我一个也没落下 眼下还剩下最后一个人 冷眼旁观 在小楠对后推了一把的班主任 吕峰 今天是玉英中学50年校庆 吕峰被选为优秀教师代表 还要上台演讲 多讽刺啊 我回头看了眼厕所的门 里面传来阵阵哀嚎和求饶 让他们小点声 吵得我脑袋疼 校园霸凌 谁不会啊 我靠在冰凉的墙上 冰在脏屋的地面就忍不住后悔 小楠太听我的话了 太听话了 导致她在学校这么受欺负 也不敢回去跟我坑一声 说到底 还是我这姐姐失职了 我缓缓吐出一口气 听着操场的大喇叭 开始播放清点音乐 我敲了敲厕厕所的门 时间差不多了 出来吧 玉英中学向来不缺钱 不过50年校庆就办得灿烂又盛大 学校还特意邀请了教育局的领导 前来管理 真是好大的牌面啊 经过漫长的课套环节 总算进入了优秀学生代表 和优秀教师代表上台说话的时候 趁着学生代表在台上发表长篇大论的时候 我走到了舞台后方 有学生在那负责播放背后的大屏幕 我将手中的优盘递给他 这是李老师待会要放的 他有些疑惑的 可是他之前已经给过我了 我朝他眨眨眼睛 为了感谢李老师平时的教导 我们班学生刻意录了一段视频 放得最好 就当是给他一个惊喜嘛 那学生恍然 你还真有心啊 看见他接过优盘 我笑了笑 转身往前面走 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大屏幕亮起 开始播放音乐和视频 刚开始还算顺利 吕峰也讲得渐入家庭 可十分钟后 背后视频音乐骤停 画面开始变化 台下焦头劲的声音越来越大 吕峰有些慌乱的扭头 脸色直接变得煞白 那么大的屏幕上 可以明显的看到 一男一女正交缠在一块 尽管光线有些昏暗 但还是能看清楚他们的脸 当然 为了这些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我非常贴心的 给他们的身上加上马赛克 现场一片哗然 全校师生的目光 都聚集在孙茜和李浩的身上 而他俩已经完全呆住了 怎么回事 校长冲上台 对着后台就吵 快给我关上 台下的教育局领导们 脸色阴沉的快要吃人了 然而 好戏还没结束呢 屏幕上的视频夹来而止 随即画面再次变化 我求求你别打我了 不错了 啊 别打我了 我再也不敢了 视频中一个女生 正被人拳打脚披 而正在施暴者的脸 在场的每个人都很熟悉 不就是刚刚那部大片女主孙茜吗 你们运中学怎么回事 前排校领导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又是乱搞又是霸凌 等着好好接受调查吧 几个领导气得要走 我一把夺过主持人手中的麦克风 领导能够再等等吗 我笑了笑 视频还没放完呢 精彩的部分还没到呢 这么早离场了怎么行 视频的最后是一段录音 吕老师 我跟我们班的同学有些不愉快 这段时间可能要多麻烦你了 我送给你的礼物 你一定要收下 但也是我舅舅的一点心意 吕峰的声音传出来 好 这件事我知道了 不过就是学生之间的小打小闹 你放心 有我在没人翻得浪 短短几句话 事情描述的却很清楚 这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买来的 能不清楚吗 孙茜彻底瘫倒在地上 整个人神情恍惚 李浩则疯狂地扑上来 何言 我杀了你 只可惜 他连我的一根手指头都没碰到 学校保安一把将他按在了地上 运营中学的名声彻底毁了 那天校敬典礼的视频 被人发到了网络上 飞快发酵 我的目的达到了 我要毁了他们 小男被欺负时的参议者 旁观者 吃二不见者 他们所有人都是帮凶 当时校长气得指着我的鼻子骂 说要开除我 我当场脱了校服 走出了校门 这个肮脏的地方 我一刻也不想待下去 我离他的学校 回到了属于我的精华会所 阿丽和小茶他们 也都回归了正常的生活轨迹 每天忙着赚钱 忙得不亦乐乎 你以为我的复仇结束了 不 这才刚刚开始 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好人 高考结束以后 玉英中学的升学率实在感人 听说孙倩的舅舅花了好多钱 才让他勉强在玉英中学留下来 但并没有什么用 孙倩他们这样的人 能考出什么好成绩呢 我让金华会所的一个声面孔 去为我招揽了新员工 一个星期后 一批新员工来金华会所入职了 我在单面镜后 冷眼看着孙倩 东婷 李浩等人 有人拿着合同走了过来 眼睛您看一下 这是待会要跟他们签署的合同 我随意翻了翻 送出去吧 让他们签字 孙倩看着眼前的合同有些犹豫 但是一旁的钟情 很快就签了 身后的男人不耐烦地催了一声 签不签啊 磨磨蹭蹭的 不签就走 我们这个工作多的是人抢着药 孙倩一听 连忙弯腰将自己的名字签了上去 听说这里的工作轻松 来钱还快 穿得也是光鲜亮丽 来招工的人穿的背的都是名牌 他之前问过他那个舅舅 他舅舅随口应道 那地方哪声一想进就能进的 他这么一说 孙倩就更是笃定了 这一定是份好工作 男人带着他们往前走 一路上遇见的客人 看起来都是恢复其贵 这让孙倩心里有些兴奋 大哥 你这是把我们带到哪去啊 男人回头看了他们一眼 表情慧安不明 带你们去跟咱们严姐见一面 他是这个老大 孙倩连忙静了声 他们进来的时候 我正背对着门 躺在椅子上吞云吐雾 手下小金敲了敲门 严姐 人给您带到了 我白白手 他便让他一条道 让孙倩等人进来了 我将香烟暗灭在烟灰缸里 然后将座椅缓缓转过去 此时的我恢复了以往的打扮 一身性感红色长裙 胖着大波浪 化着萌妆 孙倩记不定的看着我 我知道他没敢认 怎么 几个月不见不认识了 我笑了 传了头看他 孙同学 咱们不是同学吗 他们惊恐的看着我 你是何言 我择了一声 那你还记得我家小男 我该怎么感谢你呢 他跟这样鬼似的 转头就往外跑 瞧瞧 他也会害怕呢 怕什么呢 我又不会杀了他 小金却把人拦了回来 笔号和钟情等人 也反应过来了 纷纷往外面跑 我不干了 这个地方我不带了 但我出去 你是故意的 你在报复我们 金华的保安 还是非常有质量的 他们一个也没跑掉 我指着他们刚刚签署的合同 白纸黑字写的清楚 你们得在这干十年呢 十年没到 你们别想走 好好待在这 赎罪吧 金华有的是 手段管理不听话的员工 过出三天 他们就全部老老实实的了 我让阿丽带着他们 阿丽是个暴脾气 他们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 我挑了万里无云 艳阳高照的日子 带他们出去 举办了一个特别的入职仪式 眼看着车子 渐渐驶向郊区 孙倩的脸色突然变得煞白 你要带我们去哪 我说他们叙了一声 别说话 安静点 到了不就知道了 钟情有些害怕的 拉着孙倩的胳膊 怎么了 孙倩说话的时候 声音都是颤抖的 这个地方我以前来过 前面是一片木鱼 不斥 我在前面忍不住笑了 我扭头给孙倩鼓掌 猜得真对 奖励你待会多给小南喝两个头 他们几乎是被压着下车的 这个时间点 木底几乎没有什么人 期间 钟情被吓得腿抖抖 根本走不了路 我让人把他拖着 硬生生拖到了小南的墓前 他们缩成一团 不敢往前看 我看了他们一眼 怎么 还等着我请你们跪下 孙倩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 他拽着我的衣服 声泪俱下 眼睛你饶了我吧 我不该欺负方南的 不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他的话彻底激怒了我 我猛地将他踹倒在小南的墓碑前 以后 哪里还有以后 我抓起孙倩的头发 强迫他抬头看着 小南的照片 乖巧温婉 他是跳楼死的 身体都被摔碎了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们 孙倩疯狂地想把头撞开 别让我看 别让我看 钟情和李浩也跪在了后面 低着头颤抖着 我站在一旁看着他们 在转头看向小南的照片 不知不觉眼睛红了 三个小时后 孙倩终于坚持不住晕倒了 而钟情和李浩也都脸色苍白 摇摇欲坠 我让人把他们拖了下去 弱大一个目的 此时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把小南的笔记本放在墓碑前面 小南 姐姐来看你了 欺负你的人 姐姐都帮你教训过了 你放心 他们这一辈子算是完了 姐姐很坏吧 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 我回头看去 男人是小茶 他穿着一身黑色连衣裙 抱着一棚百合花 小茶朝我笑了笑 我来看看小南 我看了眼他怀里的花 你怎么知道他喜欢百合 小茶将花放在了小南的墓碑前 他说 小南自己说的 我没再问了 飞风扶过 墓前的小草轻轻晃动 你说 小南会怨我吗 小茶说 不会的 小南说过 他最喜欢的就是姐姐了 我在精华门外 看见了一个小姑娘 有醉酒的客人拉着她 不让他走 小姑娘吓得都要哭了 我站在窗户前看了一会儿 终究还是逼骂了一声 排脚走了过去 哟 诚哥这是怎么了 我不动声色的拉来醉汗 怎么喝这么多 男人的手扶摸在我的背上 我忍得恶心 把他送上路边的出租车 看着出租车运行离远 我转头往金华走 却不想被那小姑娘拦住了去路 姐姐 谢谢你 我有些惊讶的看着她 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就这么喊我姐姐 她声音很小 知道的 我姐姐也在里面 我问她 你姐姐是谁啊 方言 她抬头看我 我叫方南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方南 单纯至极的一个小姑娘 怎么不上去 方南摇摇头 姐姐工作忙 我不想打扰她 我就来看看 说完 她再次吵我当心 今天多谢姐姐了 我作业还没写完 就先回家了 姐姐再见 说吧 她背着书包网走了 高高的马尾在后面一晃一晃的 看着让人有些羡慕 我择了一声 埋头走进了精华 第二次见到方南时 正好下起了出血 我送客人出去时 因为一个小差错 惹得客人生气了 他抬手给了我一巴掌 然后大声骂我是贱人 路过的人们 皆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我扯着嘴角笑了笑 耐着性地哄着他 男人终于心满意足地上车 我却再也围系不住脸上的笑 我靠在昏暗的路灯下 伸手点燃了一根香烟 因为出来的太急 我只穿了一件紧身的单衣 站了没一会就开始冷了 忍不住打个寒站 正准备走的时候 我看见了站在我旁边的方南 他把手中的衣服递给我 姐姐 你先穿着吧 那是玉英中学的校服 还挺厚的 我都多少年没穿过校服了 记不清了 我吃笑一声 这么幼稚的衣服 我才不穿 可我最后还是穿了 也许是因为天气太冷 也许是因为小姑娘的眼睛太亮 让到我不忍心拒绝她 我把手中的香烟暗蔑在雪里 怎么又来了 方南笑道 来给我姐姐送衣服 我一愣 那衣服呢 他说 已经拜托别人送上去了 我问 又不上去 方南笑 我上去了 姐姐忙 这次他走的时候 伸手从口袋里 摸出了一个东西递给我 是一根荔枝味的棒棒糖 姐姐 抽烟对身体不好 我请你吃糖 之后 我时常能看到方南 他每次看见我 都会丢一些小玩意 有时候是糖 有时候是材质折成了兔子 有时候是百合花 他说他最喜欢的花 就是百合花了 而我下楼的频率 也越来越高 多到甚至一晚上 要出门三四次 方南跟我说的最多的 就是他的姐姐 言解是我们中的老人了 性格强势 手腕强硬 说实话 他们姐妹俩一点都不像 最后一次看见方南 是在金华门口的奶茶店 方南从书包抛东西出来时 我看见他的书包里面都是湿的 这是怎么弄的 他愣了一下 我不小心把书包掉到池子里了 我拽过他的手腕 将袖子往上剥了剥 纤细的手臂上满是亲子 我声音冷了下来 那这个呢 也是你不小心弄的 方南有些慌张的缩了回去 我沉默片刻说 这是得跟你解说 他连忙说 不是什么大事 我自己可以应付 小茶姐姐你别跟我姐说 也是 他俩才是姐妹 我说的话算什么呢 我有些自嘲的笑了笑 拎着包走出了奶茶店 再然后 我就没有见过方南了 6月13号那天 严姐接了个电话 匆匆忙忙就回了家 我听见之前的姐妹说 那通电话是警察打过来的 说是严姐的妹妹跳楼自杀了 严姐找到我们的时候 我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她 我时常在想 如果当时我把小南的情况告诉了严姐 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肯定会的 可是时间倒转不回 此时 我站在小南的墓碑前 看着照片上青春亮丽的面孔 一时有些恍惚 微风拂过 墓碑前的一朵小白花随风清白 我仿佛又看见了小南 她在朝我笑 全温暖